我是主持人佳恒 今天我们要查收一份 来自法国阿尔卑斯山的问候 法国音乐人戴亮 曾在上海音乐学院 攻读博士学位 他旅去中国多年 深深热爱着中国文化 也作为中法文化交流大使 为两国的文化交流不懈努力着 新年一史 他在自己的家中 在法国阿尔卑斯山 海拔1100米的一个美丽的小村庄 为大家发来了这份 真挚的新年祝福 他还要用中文为你演唱 全新创作的一首歌 山的礼物 邀请戴亮 大家好 我是法国原创歌手戴亮 很高兴 今天和大家分享我的新作品 山的礼物 这首歌曲是因为疫情 我自己没有办法回中国 真能在法国的阿尔卑斯山 我的家乡带着 我天天和我的中国朋友们 微信交流 非常期待会中国继续发展我的中文歌曲 所以呢 因为这些情况 我写了一首山的礼物的歌曲 为了把爱心和鼓励 送给我的中国朋友们和一直支持我的人 同时 这首歌也是为了带来希望 也希望大家会感受到 我从法国阿尔卑斯山站在海拔 一千一百米的小村送的爱情 这就是我这个热爱中国的法国人 送给中国的礼物 从山顶看一切都透明 送给你我的爱情 人生怎么回事 就清楚未来的展示 发现人类怎么单身 就知道谁能够解决 这位不断积累 希望终着让你自由 从山顶看一切都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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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给你我的爱情 一个人 迷失在富裕和平坤之间 怎么看未来却看到人类的流泪 感觉很好 还是担心过分 没有希望 但还是相信苦荣 现在要看谁在你身边 谁真的爱你 谁照顾你 写于心灵的词 唱动情的歌 帮你爱你 无所畏惧 人生怎么回事 就清楚未来的展示 发现人类怎么单身 就知道谁能够解决 就知道谁能够解决 这位不断积累 希望终着让你自由 从山顶看一切都透明 送给你我的爱情 一个人 迷失在富裕和平坤之间 怎么看未来却看到人类的流泪 感觉很好 感觉很好 还是担心过分 没有希望 但还是相信苦荣 现在要看谁在你身边 谁真的爱你 谁真的爱你 谁照顾你 写心里的词 唱动情的歌 帮你爱你 无所畏惧 无所畏惧 人生怎么回事 就清楚未来的展示 发现人类怎么单身 就知道谁能够解决 只为不断积累 希望终着让你自由 从山顶看一切都透明 送给你我的爱情